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察翻有刘云 刘云过后我们来看一下对面能不能把医术给抢回去啊 看一下单挑的话特技起不起 对面也有刘云 对面有刘云的话那下一回合对面分身完毕的那一回合 对面的话是有一个医术 对面继续分身就行了 观察翻有凝制是没有用的呀 OK对面先凝 对面还是打的要稳一些呀 打的要稳一些 其实说对面有医术翻中的话根本是不需要凝制的 他可能是怕观察翻的话 换一个超纤属的宝宝破分身 观察翻再凝制对面 对面先下手为强先凝制了对吧 那等于说对面的话 两把刘云加过 就两边都加过刘云之后的话 对面多一把凝制了 对吧 就对面这个医术是稳稳的 那我们轩狗又美了 难受 好久没有看轩狗的一个比赛了 真的兄弟们 挺想轩狗的 真的 我们来看一下轩狗的比赛有没有斩劲啊 对面风落魄 我跟你说 风落魄的是个翻寸啊 一看就非常会玩啊 对吧 落魄是翻寸最准的风之一 就说你们你们不要看落魄没有风中啊 你就落魄服风不中 其他的所有的服都风不中 就你们能懂吗 就如果说你风落魄都没风中 其他的所有的服都没用 OK 观察翻的话起状态 翻身还有两回合啊 一速翻寸可以不出宝宝 二速翻寸的话是一定要出宝宝 对面给自己起了一个野兽之力 自己起野兽之力的意思的话 就可能这个翻寸武器还是可以啊 武器还是可以 伤害比较高 对不对 就给自己打一把野兽的话 可能有带破血狂攻这个特技啊 就观察翻出地厅啊 就我轩哥也没地厅 就观察翻出寸法呀 或者是那种凌刃隐功啊 或者是那种凌刃逆劈啊 血特别少 对吧 两千多点血 对面一把破血关攻直接带走 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套路 OK 我们可以看得到观察翻的话 这个时候啊 就没有一速啊 没有办法 观察翻准备七塔 可能想用心如明镜吧 对面没有一速可以不出宝宝 没有关系啊 观察翻 对不对 就从来没有看见过阿萱打比赛拿过一速 跟妈小玩一样 小玩那个翻寸也是妈从来没看见拿过一速啊 对面可以不出宝了啊 就一速翻寸的话没有问题啊 我们来看一下 一速翻寸 这宝宝拍对面也不太痛啊 对面封了一手失心 可能要出法宝了 我们来看一下会不会出法宝了 我跟你说啊 他封失心直接出地厅的话 我跟你说 这个观察翻是有点难受的呀 我跟你说啊 就对面直接出地厅 出那种快地厅的话 比你空宝宝快的话 我跟你说是有一点点难受的 其实只要地厅多的话好打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观察翻 理论上面来说的话 他这个宝宝是随机品A 就他对面出宝宝 对吧 可能A到人 可能A到宝宝 就刚刚新出来的一个宝宝 对面翻寸是一速嘛 比宝宝快嘛 对吧 对面出宝宝的话 这边随机品A是有可能会A到新出来的那个宝宝 就如果说对面没有在分身的状态下面 对不对 那对面出地厅呢 那我对面直接出地厅 那你这边的话有可能A到地厅 也有可能A到我的人 对吧 如果我地厅够多 我有两个地厅呢 对不对 我50%的其力 我两回合 你总有一回合A不到我地厅嘛 对不对 对不对 哇 宣哥挺猛啊 我靠 阿宣就 经典教学以慢打快 是这个意思吗 经典教学以慢打快 这边的话两边一个五回合 一个六回合 新闻力 宝宝也没炮啊 大哥 炮了 给宝宝加刘云爵 想抢一个宝宝的一速啊 不过 看我们的阿宣从建会单胶赛那边修炼过来之后的话 觉得打PK技术还是厉害一点啊 对吧 这个宁元啊 战敌啊 利用的比较好 你看这宝宝也挺猛啊 战断兄弟们 野兽 光辉 流云 各种都有啊 这宝宝也挺猛啊 对面五个啊 观战翻 对面的话 一速三寸 现在还落后 阿宣一个宝宝 就 观战翻的话 五个宝宝 对面的话 还有一个宝没有出 四个宝宝 不过对面看起来可以啊 我是对面的话 如果说没有特别好的一个办法 我是对面的话 我不会出宝宝了 对吧 我就摇 摇铃丹 对吧 鬼气 把你这个宝宝摇跑再说 这边破分身打的不是特别痛啊 一先点血 这边分身合起吧 这边的话应该有零元了 48 32 49 36 哦 对面也给把我加 加底子 这边摇鬼气 对吧 哎呦 直接跑了呀 OK 那 那我们这个时候啊 对面的话应该就我 对对面的了解来说的话 对面应该还有地厅 对吧 就地厅是肯定会有的 对吧 一个地厅 保底一个地厅 对吧 四个宝宝里面 保底一个地厅 两个顺法肯定有 对不对 这个就三个宝宝 一个杀人里皮 四个宝宝 就对面的话 应该现在是没有那种看性 特别好的那种壁垒了 那种高宫啊 所以说的话 对面可能不会再出宝宝了 对面四个宝宝 对吧 对面的话也没有选择再出宝宝了 我们来看一下 应该会先咬鬼气 或者是金魂灵 把观众帆的宝宝咬跑 观众帆的话要想一个办法 要怎么样 才能把这一个比赛给结束掉啊 对面没有选择分身 有分身 有分身还行 有分身还行 观众帆打得还可以啊 鬼气 主要他宝宝拍对面拍不太动啊 宝宝拍对面拍不太动啊 就这个 现在这个慢翻寸打快翻寸好难打 反正翻 翻寸这个门牌 你能分身的话 你就拿他没有办法呀 对面的话我跟你说 兄弟们 是100%没有那种看性特别好的宝宝了 他如果有看性特别好的宝宝的话 是100%会出宝宝的 对面5.0元啊 就出一个 你稍微血多一点 耐皱一点的宝宝 对吧 每一把都给宝宝加一点0元 观众帆这宝宝是肯定看不住的 OK 两边的话 观众帆是没有办法 对吧 宣狗这边的话是没有办法 对面的话也是没有办法 对吧 就 灵丹鬼气 我跟你说 就PK 兄弟们 这个PK打到这个节奏 就这一把还攻 你不管宣狗赢不赢 输不输 这把还攻的话 我们宣狗是100%不亏 此话真讲的 就这个宝宝从20回合 敲对面敲到30回合 就对面这个 你看 每一回合敲一下 哎呀跑了 就对面这个 专备 耐久度也消耗不少 OK 紫萌 扫黑除热 这你妈是个什么宝宝 这宝宝打对面对面 血条都不见动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是个什么样的宝宝 我们来看一下倒角公宝宝 344 这个宝宝的名字好像 好像叫那个 曼藤腰花 对吧兄弟们 哎我真的 好不容易 好不容易 我觉得我们 二学能够赢一把PK了 感觉 只能够平局 就别人打打比赛的话是保平真胜 妈宣狗打比赛的话是 保平 就最好的结局啊 最好的结局啊 最好的结局就是平局 就剩是不可能剩的 好吧 最好的结 结局是平局 就这宝宝我靠 有啥用啊 对面四个宝宝 OK你看 对面肯定都是有那种高攻的宝宝 好了 对吧 很准 对面还有四个宝宝 肯定是那种 看性的 不好 但是山下很高的宝宝 就说一说的话 关在番 150回合平局 等于说还有80回合 关在番四个宝宝 加一个孩子要撑80回合 OK 年把 对吧 运气可以 有狗命 这宝宝没有跑 属实是 有运气 全杂 913 一下 分身 分身 两边都分身了 两边都分身 关键番 主要是这宝宝没有伤害 你知道吧 你要出一个高年 高逼 什么死亡召唤 伤害稍微高一点的宝宝 我跟你说打对面也痛的 主要是这宝没有伤害啊 就这个伤害怎么少 少 少黑出啊 哥 关打对面 赖角度了 这比 就我看妈 宣狗这比赛也不想赢啊 妈 关打对面赖角度了 对面这兄弟拜登 对不对 跟我们宣狗 打一次PK我跟你说 药钱其实说没花多少 吃了三个药 他妈专备 赖角度平均每一件专备 一刀直接飞 两边都加敌 观战方五点力远 打不过 哦对面 一刀 对吧你看对面这宝宝看心不怎么好 对面再加占敌对吧 我跟你说啊 观战方的宝宝速度要快一点啊 观战方宝宝速度要快一点 所以说哎呦对面有看血 直接一垫垫掉 凌智 凌智 凌智我们来看一下 哎呦这把凌智对面没有分身 看一下能不能把一束给抢回来啊 那如果说 下一个关战方阿轩有一束了 那这个比赛就不好说了呀 破卡 卡片没有破 破到我跟你说 他们两个应该进场的时候 刘云凌智没有丢之前 应该就是对面要快一点 所以说的话 丢完刘云凌智还是一个道理啊 就只是说前面那一把 就刚刚开局的时候 对面翻寸凌智丢得 有点早一些 就关战方如果能 把对面卡片破了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反正在分身里面 也可以破卡片啊 对吧 线心服务 哎对 哎哎 哎 熏狗学聪明了 在分身里面的话 是可以 呃 破卡片的 对面 变的是小猫灵卡片啊 这边是变的是 屋中仙卡片 百分之二十的名 对面百分之十的名 只要把对面卡片破了 这一局是有得追啊 兄弟们 OK 关战方封关给 给宝宝下敌 规定能够顶得住一刀啊 OK 可以 稳得住 哎呦 那对面还是一个艺术啊 关战方有没有带神木面具 带神木面具的话 回头再变个卡 我们再看一下 没有带神木面具也变不了卡 哎 这个时候啊 如果我们选狗带神木面具 反反手再变一张卡片的话 就有点猛了 2.0元 听神仙心直接解 不给对面换宝宝的机会 我跟你说 这个时候就有一点点困难了 顺势二位锋 要要出宝宝 我跟你说 龟宿三村 不能不出宝宝 慢翻寸是不能不出宝宝 看行还可以啊 打不太动 催眠你 鼎神仙心再解 2.0元 还有一点0元 鼎神仙心 0元一解完 对面再催眠的话 你不出宝宝的话 对面就要出 宝宝 干你个骄傲的 兄弟们 OK 对面的话 起0.3 鬼气咬宝宝 又有2.0元了 看一下能不能脱平局 还有5次回合 你能不能让我看宣购 1次比赛5 你们给宝宝都起 留营 对面我跟你说 想赢PK的话 要控好翻寸啊 风落魄最准的风 你看没有 对面翻寸很会玩啊 风落魄的翻寸 对面都是会玩的一个翻寸好啊 就不会玩的话也不可能风落魄 对面做翻寸 翻寸一规合 风四回 风四回 那对面准备给宝加笛子了 8.0元 我跟你说 逼着定神先进封进去 逼着定神先进封进去 风顺势二维 不能够风顺势二维 风顺势二维 观战帆不会解自己 你知道吧 他一定要是风吹眠观战帆才会解自己 对吧 风顺势二维对面 没有用啊 我跟你说 发文杂没有中 定神先进解了 对不对 还有一点 下一条一定要风吹眠 吹眠只要中了就稳赢了 没有0元了 一定要风 哎呦对面分身 哎呦不能分身啊 我跟你说 定神先进这个技能 不是说百分之百 能够看风的 只是有看风的几率而已 跟地府的 那个鬼眼差不多 比鬼眼的看风几率 稍微高一些 就刚刚 就这边一分身 我跟你说一分身四回合 八回合1.0元 对面你不风啊 妈的 又有2.0元了 这妈又 对吧 风思魂 风思魂 宝宝 加凡天鹰 对吧 加野兽之猎 加迪这宝宝 加迪啊 给宝宝加迪啊 给宝宝加迪啊 又发文杂 给宝宝加迪啊 大哥 9.0元了 OK 我跟你说定神先进 下一回要风吹眠 会玩的都要风吹眠 风吹眠 别分身 你分身 我也分身了大哥 你这艺术翻 翻阵有什么好分身的 你身上有9.0元 就即使说观战翻不分身 反风你 我下一回说 艺术我直接定神先 定神先进解不就行了吗 OK 对面的话出法宝了 不给你默契了 好吧 五雷奏 OK 对面出法宝了 这个时候人物破分身 法宝取秒 观战翻有点不好受 风吹心 我跟你说 OK 这边要定神先进解 对面的话直接给宝宝加迪 我们来看一下宣狗 这边能不能偷停局啊 还有 29回合 这边起舞台娃娃 2.0元 秒4千多啊兄弟 不太能顶 赶紧定神先进解掉 把私心先进解掉 顶三千先进解 加 加血 看不住 加5千 吃药吃的可以啊 背鱼大鲜啊 对面卷4千啊 法宝连接 一会会卷6千 赶紧先把这个 私心给解了呀 有私心 怎么顶得住啊 再顶 再顶药 哎呦 观战翻这把药吃的挺好啊 兄弟们 很少见宣狗吃这么好的药 3千5 5千的药啊 棋子人 妈硬看啊 我靠硬托啊 我操 3千6 OK 这得解自己了兄弟 最后一回合也 不打算解自己了 直接给宝加底子 哪个宝速速速度更快一些 哦 立P更快一些 那还行 那还行 一把P肯定得带走 我跟你说 高鬼魂 观战翻还是不好打 还有24回合 PK看到这个地步的话 我希望这把比赛能够平取 观战翻吃这么好的药啊 5千8六 六千的吃啊 人也吃宝宝也吃啊 吃这么好的药啊 直接全滴满啊兄弟们 就能够看得出来 我们宣狗就虽然说啊 我们有一说一 我们解说归解说 玩笑归玩笑啊 这一种没有放弃比赛的这种精神 我跟你说 确实值得点赞 你先不说打法好不好 硬件力不厉害 就打PK这种不抛弃 不放弃的精神 真的点个赞 好吧 点个赞 真的点个赞兄弟 真的 真的点个赞 就平常对吧 看 玩归玩 闹归闹 这打PK 不抛弃 不放弃真的 对面这个 农工小孩 三害高速度慢啊 所以说的话对面得把这个宝宝给清掉啊 得用电 把这个宝宝给电掉 还有18回合 高压电 先电掉 观战犯0元 只有一点0元了 把宝宝电掉 对五雷噪 对吧五雷噪 电差不多 两下 或者是三下 就可以电掉 P人应该是P不太动了 P人900 P不太动 电三下 催眠宝宝 催眠宝宝 催眠宝宝是什么意思 OK 这边是什么 这边连宝宝都解 而且 阿萱这边的话 是用的一个锁魂的呀 私心 封宝宝 这一把私心封宝宝 就很聪明了 看一下 轩狗这边会不会平坎啊 没有平坎 用的是另一批 去秒 我跟你说 阿萱这一把 要人给宝宝入龙丹 给宝宝解封 对面的话 哎呦 直接武雷揍把宝宝给揍了呀 关键帆可 没有武龙丹了嘛 哎 关键帆是有有失误的 关键帆直接人解宝宝 对吧 利劈亲对面 是有机会可以拖平局的 我跟你说 这个时候利劈一倒地 分身一出来 这个平局就不太好拖了呀 兄弟们 他分身出来 一旦被对了私心封重 我跟你说 还有私回合 我跟你说 这一把平局不太好拖 你从来没有 对吧 先宣狗 赢PK 对面要放私心了 分身最后一会儿 先起盾 打了可以 放私心 私心封重 要小心一点啊 阿萱啊 对面有笛子了 八把加笛子 7.0元啊 加笛 还有八个要硬弹 鬼气 对面宝宝 秒36 OK 宝宝起来了 对面风吹棉 哎呦打了好啊 对面 对面风吹棉 还有私回合 我跟你说 对面龙腾就对了 别取秒 对面这宝宝对 龙腾 对面继续给宝宝加笛子 下一个没有盾 安全得换宝宝了 这宝宝兄弟 扛不住啊 没有盾被风撕心 五彩娃娃 五彩娃娃没有用 兄弟 扛不住 是假的 145回合了 要平局了兄弟们 146回合 看一下有没有绝杀 172回合 人给人顶要吧 兄弟们 换影光 影光瞬机 龙腾 哎呦 哎呦 4300 再加笛子 影光能不能把对面宝宝拍倒 拍倒的话就平局了 人给人顶要 3400 哎呦 牛逼 果然宣哥打平局 一有一套 真的 牛皮 就打比赛 我跟你说 就打平局啊 还得看我宣 真的真的猛 就平局真的 就按平局来说的话 就 真的 哎硬顶啊 兄弟们 这药啊 紫人啊 五彩娃娃 我 硬砍啊 兄弟们硬砍 5400 最后一回合 对面换顺法 有没有绝 绝杀 别妈 最后一回合被绝杀了兄弟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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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一点点啊 兄弟们 150和平局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把 好吧 第二把 兄弟们 第一把看完了看第二把 两把 就 就这个PK套路的话 就 阿萱的话第二把 没有抢到一速 估计他妈的又 又 又 又的平局真的 PK